真的是平时就是要培养感情 等到疫情来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口罩的时候 这个场上就是想到你 怎么来更加圆融的 与身边的人相处 那会就是很感恩 天生就不喜欢计较的一个人 因为不计较能够得人缘 在公司也能够 有得到更好的助援 为什么能够 这么快速的买房子呢 那会不会觉得说 也是在从不斤斤计较开始来转运的 因为我们跟厂商买货 那照理说是厂商年节 过节要送我们公司东西 可是会不会不一样 我是逆向操作 因为我姐夫是在种连雾的 我刚好可以跟姐夫捧场连雾 买了连雾送给厂商 那厂商就在北部 他们又觉得说 这种东西要吃到很难 所以每一年两季 会不会都会主动来寄给客人 真的是平时就是要培养感情 等到疫情来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口罩的时候 这个厂商就是想到你 在这么资源 这么缺的情况下 他每两天三天就给会不会一整台车的货 那这一货根本是没有下来的机会 只是当天他给我多少货 我就当天把它喊一喊就可以卖掉 那常常一天的营收就有二三十万 会不会就觉得说原来不斤斤计较懂得 自己先去付出所得到的甜果 是这么的甜美 在《德乡女人花》这本书里面 会不会也觉得说 对 我们要随时想到 我能为对方做什么 譬如说平常以前在假日的时候 我是不煮饭的 我六日都可以休假 可是我发现 媳妇是在未来的阶段 她吃便当我真的过意不去 所以礼拜六礼拜天 我必须煮的中餐跟晚餐给他们吃 刚刚我也是煮完晚餐才出来的 我的起心动念是因为一切都是爱 所以在这个争执之后 儿子他们会想到说 我对他们的付出 所以从他嘴巴也讲出说 我们都知道你辛苦了 我们知道我们很忙 你也付出很多 刚刚我都没有想到 所以还是我带女儿下来跟你说对不起 所以原来我们平时在做的 在沟通之下他们会有感受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